大批信仲紧紧跟随妈祖联教 彰化西州大街万头传动 其中这四个人的身上行囊 特别受到关注 你们是徒步前进的方式吗 对对对 我们有想到要骑中机或者是要 有有我们另外有机型 我们又另外有机型的车型 那也有跟着团的用 他们全是专业医护人员 在九天八夜绕机活动 也是一步一脚印 陪同信仲 一块走完全程 没有没有 小小还被妈妈抱在怀里 赶到医护站 医护志工信心涂药 还随身准备妈祖贴纸安抚小朋友 大部分的信仲都是走路走到起水泡 腿酸或是肩頸酸痛 在医疗志工的及时照护下 信仲稍稍舒缓不适 就能继续跟着妈祖走 还有帮我处理水泡 还有酸痛之类的 其实还蛮敬佩的 对对对 我也是今年第一次走 还蛮博心的 我之前是秀琪队的 所以他们才以为 这他们服务很好 这群随起医疗志工 共有260人 每天30人轮班 徒步跟着绕境队伍 大家都很有心 想要参与 大甲妈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他们有需求 我们又能够 把我们自己 所有的技能 贡献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 你看到我们的志工 应该看到他们都很欢喜 他们都是我们台湾 很多我们这些朋友 这些佛师 医疗人员 大家都出钱出力 提供了很多厨丸 却做了我们台湾 所有来自海来华 转兴的信徒 请感谢我们医疗团队 真的他们很认真 很辛苦 医护人员乐 当大甲妈志工 发挥医疗专业 不会风吹日晒 随时随地提供专业医疗 徒步陪投数十万名信仲 完成一年一度的 妈祖绕境 今天是环境理事新 正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